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夏天當然就盡量讓它能夠涼快一點 譬如說肉肩、肉背 稍微低一點點涼快一點 不過有的人想夏天 但是有些地方 它不好意思露出來 就會包得比較緊一點 其實我除了工作以外 我自己也是穿比較沒秀的 但是我也希望盡量找到辦法 讓我的... 譬如說稍微微微微微微保持 稍微去運動 譬如說這種衣服 我們有辦法來穿 今天我們請到兩位特別來賓 他就不會跟我們分享 用正確的方法 讓我們身體健康 連肉內讓我們身體 能保持維持得很好 然後有些衣服 你就不要再擔心了 我也是要來多學學、多了解了 首先歡迎這位 他把自己維持得非常好的 Sam老師 還有我們的醫藥記者 全佳麗小姐 我是時尚POW特Sam 我是醫藥記者全佳麗 今天與美鳳約什麼呢 零負擔 這個很重要哦 對啊 鳳姐好 兩位好 鳳姐 漏肩漏背 好像拚了啦 這樣會讓我沒有先作菜 你知道嗎 最好是 可是現在很多人不能漏 很多人就是 像我袖子就要蓋住有沒有 我們其實可以維持 就是吃還是要油 對 要健康 對 均衡 穿衣服有時候可以稍微遮一下 譬如說有人怕這邊很胖 像我這樣就稍微遮一下下 然後譬如說像這樣子 也好像落影落線的 對 也很有效果 重點就是真的要怎麼吃 讓人比較清爽 這個老師就來跟我們分享 我覺得就是要從你根本做起 因為衣服可以修飾嘛 因為不是每個人 都像鳳姐身材這麼大 如果說你真的要修飾一下的話 當然可以靠衣服來遮蓋 不過 因為我個人 其實我常年我都是吃比較清爽的 對 因為而且我常年 而且我常年都有在 對,因為我不喝咖啡 我完全不喝咖啡的人 是哦 我一年一整杯都喝不到 對 然後我都喝 紅茶會比較多 這樣哦 對,不然的話 如果我要選綠茶的話 我就會 因為我胃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我是熱泡的那種綠茶 對我的胃就有點不舒服 冷泡的話 它比較沒有咖啡因釋放 對 它會有很多的 其實喝茶 我們中國人喝了五千年 對 然後喝茶的養生 大概五千年的研究 一直研究到現在 沒有一瓶說不好的 剛才說咖啡 有些研究說咖啡好 有些研究說咖啡不好 可是茶的研究只有好 沒有不好 這樣哦 待會兒要作料理跟茶有關嗎 有關 對啊 我們今天要帶來就是兩道 非常清爽 每個人都可以 非常簡單就可以做的 有碧羅春燒豆腐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好的 清爽的夏日茶飲 就是葡萄柚青茶 碧羅春、夏天都可以吃 碧羅春燒豆腐的食材有 豆腐一塊 碧羅春茶葉五克 水發枸杞二十克 葡萄柚青茶的食材有 葡萄柚兩顆 葡萄柚一串 冷泡青茶樹包 你會發現 在這幾年的保養品裡面 對 其實加了很多茶 對 什麼綠茶、萃取紅茶 萃取什麼茶 都放在保養品裡面 連普洱茶都有 對 所以它運用在皮膚上面 是有很大的功能 更何況是我們 直接喝到肚子裡面去 當然 這個茶味來源也很重要 對 因為譬如說普洱茶 那個要放多久多久 都是很少學問的 對 炒布的就是頭上的炒布 可是炒布料好、不好 這也是有研究 對 這個茶葉也說 怕農藥 我們處理好嗎 這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老師記得 如果跟我們分享這種茶味 應該是OK了 會比較簡單 經過譬如說 SGS認證 這很重要的 把我們把關 對,一定要 好 你的茶的料理是怎麼樣 我的茶的料理 第一個就是這個 碧羅春燒豆腐 你看我怕叫準備這個 這個茶葉就是來自於 對 台灣的 對,台灣的 而且味道很香 它這個茶梗全部都已經 都已經整個這樣子濃縮起來了 對 然後你就是一開始 你就是選到 對 然後你就把用80度C的水泡開 泡開都就像這樣子 這是一個 有沒有看到它泡出來的茶葉 都是一朵一朵的 對 對,就是不是那種人家的茶粉 那些脆脆 整個有的人是... 一片一片 沒有那個 碎碎的 它這個不是碎碎的 它是整片都還滿漂亮的 對 所以80度 度 差不多80度 它不用泡很久 不用100度 80就可以了 熱水泡都是100度 對,不用 沒有,80度就可以了 因為主要是要把簡單的茶湯泡出來 好 因為其實剛剛鳳姐有講到就是 夏天大家穿的茶 不過飲食也可以盡量清爽 清爽 對,那茶這個東西 其實對人體是非常非常好的 它有很好的抗氧化 對 抗老化 然後甚至有人發現說 茶對抗癌也很有功效 對 像現在我覺得外面很多 小朋友 不管小朋友、大人 都很愛吃外面的 搖搖杯 對 然後都跟你講說是... 珍醋、奶茶之類的 然後都是冷冷的茶 然後大家就想說 我有喝到茶 我很健康 對 但他沒有想到 我喝了好多糖進去 更不健康 對,他們都是精緻糖嘛 對 所以其實不太建議 到外面去喝那種... 你有沒有看到 很慢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太簡單了 我怕一下就煮好了 所以要多講一點話 沒有,就是把油稍微熱一下 因為有一點油嘛 然後有一點油之後 我們就加我們剛剛一開始 就已經汆燙過鹽水的豆腐 這個豆腐裡面有水 我們怎麼倒掉 可以把它倒掉 然後一點... 其實有一點點也沒關係 啤啤啤啤啤 一點點也沒關係 我們把它稍微這樣撈出來 好不好 好 這樣子 用湯匙 要不要 這個 因為其實豆腐啊 我剛才講 如果說你怕啤啤啤啤的話 你就可以先加茶葉水 茶葉水可以先加 因為我有習慣就是讓豆腐 稍微有一點燒一下 然後有一點豆香的感覺 豆香的味道 對,一下就好了 好 一下好之後 大概一下子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剛剛泡好的茶湯拿出來 然後這個茶湯就可以直接下去了 茶湯不用太多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很簡單 好簡單 這樣就好了嗎 你就讓它燒 因為剛剛我豆腐 已經有先燒過了 所以基本上豆腐它的這個... 豆腐也可以生吃 對,可以生吃 只是說你有燒過那個味道 比較不會那麼重 那個豆類的味道 這個不用燒很久 你看只要滾就可以了 你看它全部都已經有泡沫了 就已經滾了 好,枸杞 然後我們就把枸杞放下去 其實枸杞是可以吃 看你個人的感覺 因為以後很多小朋友不喜歡枸杞 要都把它挑掉 所以其實枸杞你泡的時候 枸杞沒有中藥味 而且會甜 對 枸杞買的大家都知道 就是怕買到不好的 你知道嗎 我還要顧眼睛 眼睛顧得很濃 我覺得比較... 要買比較好 對,重點是我怕買到那種染色的 對 要吃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在肚子裡面 這一道菜已經好了 好了 對,就可以把它關起來 你看 這樣很漂亮 茶湯有一點收乾 對 好看耶 好美哦 而且有豆腐香 對 簡單 好,加點... 喜歡加蔥也可以 可以加啦 好,就看你今天想不加加 然後那個... 要怎麼處理 接下來我們來做 我們最簡單的這個葡萄柚青茶 葡萄柚青茶 你要先準備 葡萄柚把皮全部洗乾淨 然後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先切一半 然後我們把一半的這個 果肉大概把它取出來 只泡果肉的部分 對,這個是果肉 皮也會泡 我們另外一個再來泡皮 這樣嗎 對 就是讓它很豐富這樣子 好哦 這葡萄柚顏色好棒哦 很漂亮 然後我們大概切一下 那要用手記得要洗手 我剛剛有洗手的吃 對,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它放進來 好 其實現在你也可以加一桶 不同的水果 只是說葡萄柚跟所謂的茶 它的味道是很搭的 然後我們這邊再可以切幾個片 切幾個片是… 可以裝飾 是會好看 對,可以裝飾它的好看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就可以把它放在那裡面 好 比如說你把旁邊鋪過來 對,那接下來呢 這邊是不是還有剩 對 還有剩呢 我們就把葡萄柚汁 要再擠進去 這樣嗎 擠一些進來 然後你剩下葡萄柚皮 你也不要丟掉 你可以直接把它曬乾之後 或把它放在冰箱 它會有除臭的功能 對 對 你選這兩種水果 如果用白的水果可以嗎 比較不適合 不過我覺得要依照 你個人的口感跟茶搭配的 因為我待會兒會搭配的是 一個 對,因為青茶配葡萄柚 它的味道是非常好喝的 是屬於綠茶類的 對 如果我今天是要用紅茶 對,那我可能就可以配一些 像蘋果 然後打香果 對 打香果的果粒 就可以這樣來配 這樣配起來的味道就是 味道才是... 會比較搭 會比較搭 然後就這樣子 還沒好啦 就這樣子怎麼吃 接下來還要準備一個 就是我們的 冷泡茶 對 冷泡茶非常好耶 在這邊 它是一包一包的 這冷耶 對,冷的 對,冷泡茶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放進來之後 你就把它蓋起來 這可以放多久 這個你就可以直接泡著 沒關係 因為它是冷泡 它是冷的 所以說八十度的話 那個茶葉你不要泡太久 對 如果是冷了這樣 就可以泡很久 對,而且它很快就可以釋放出來了 可是一般的冷泡茶 有人放整個月 在冰箱第二天才有辦法 對 你這個 切一切 它只要 就有那個所謂的 對,冷泡茶的香 茶香 釋放出來的 這個成分都會有 因為它原來是一個葉子 那種老師傅去把它揉捏出來的 所以它釋放得非常的快 很漂亮 顏色出來了 顏色很漂亮 是 然後我這邊已經有泡好的 因為又有柴 比較多包 對,有柴包 那我直接用倒的 我這樣泡好之後 我放在冰箱也OK 對啊,可以 或者加一個冰塊也可以 如果要吃冰的話 你泡好就是把那個拿出來 把茶葉拿... 茶包拿出來就好了 這個可以泡多久嗎 這個其實你就是... 剛剛講的三十秒 你就有這個味道了 茶包就拿出來 對,你就可以拿出來 對,你可以泡 稍微久一點點沒有關係 好 好 那我們這邊把它裝飾一下 好夏天的感覺 這樣感覺就... 一杯不太... 好像不太多了 對啊,在飯裡面 可能一杯三百杯 因為這個喝起來就很好喝 就這樣子 這樣我也學起來了 學到了 非常的簡單 這樣可以了 好漂亮哦 我們可以準備來上菜 還可以喝茶 水果茶 來 先來吃豆腐 我這乾淨的囉 吃Sam的豆腐 這個豆腐 剛剛你看 我有這個先煎過 有沒有發現 然後這邊就有一點 有焦火 焦焦這樣子 焦焦 就會有一點豆腐香 對 很原味 好好吃哦 很原味 這沒味道 還是有原味 有原味 就是豆腐的香氣 因為你有用鹽提味 一點點而已 而且你很特別 你還加茶 對 因為我們不是用高湯 對 加茶其實它滿爽口的 很舒服 很爽口 茶其實非常好耶 你可以喝這個茶加果汁 老師,你們二味 我就吃這個 我用豆腐來進二味 好 對 好好喝哦 好好喝哦 這個冷泡茶的味道真的是 茶的味道真的跟... 跟這個水果真的太... 好有 真的很合耶 而且你有沒有聞到那個味道 是那種葡萄芽的香氣 還有茶的香氣 我覺得老師很厲害 每次有一些很不錯的東西 都跟我們分享 譬如說像今天他分享的就是... 而且也讓我們方便 對 那個茶是一個學問 真的 我們必須要有人幫我們把關 對 然後茶 有時候我們就 咖啡或是茶 其實茶其實也會瀝尿 對 但是瀝尿會不會水排太多 然後又缺水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 瀝尿這件事情 還不如講到一件事叫 瀝溼、去溼氣 因為台灣本來就是一個潮溼 悶熱的地方 很濕 辛苦也會很濕 比較濕 身體的溼氣要怎麼排去 用茶來排 而我們身體 譬如說尤其是冷泡茶 它的耳茶素是一般熱泡的兩倍 然後我們只要喝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水氣排出去 很多肥胖型的人 他其實去測 他很怕冷 也很怕亂 對 因為他怎麼樣 他溼氣非常重 所以第一步要先把身體的溼氣 排出出去 我也水腫 而且因為茶裡面的 額茶素含量高嘛 對 它對於這些可能抗自由基 或氧化的東西 會有很好的排的功能 所以剛剛像那個... 抗自由基 剛剛講到就是 它這些排一些廢物的狀況 它是有幫助的 沒錯 而且看老師 你在泡很方便 是 拿一個關子 對 一包放下去 就像這樣吃的水剛才好 對 三十秒就好了 三十秒就好了 而且... 還多十秒 搖一搖 其實你稍微放著也沒關係 對 好 那像剩冷泡茶 現在我們看你們兩個水不一樣 剛才我們是用這個綠茶嗎 對 我不知道 這個是... 這個綠茶 剛剛這個是用青茶 青茶 最後就是綠茶 這是綠茶 然後我手上這個是 紅茶就是我加蘋果是OK的 對 所以有不同的茶 你可以照你身體的狀況 或是你喜愛的口味來選擇 然後因為紅茶 它其實裡面有豐富的 這是有研究過的 白魚乳醇其實對於一些抗氧化的 功效也是有幫助 因為我個人就是 我以前小時候胃比較不好 所以我就很怕喝到綠茶 可能會對胃有一些負擔 對 不過其實我喝了冷泡茶之後的綠茶 我就覺得不會耶 而且也不可以想睡眠 對 有些人不敢喝茶 是... 我下午三點喝 我晚上到十點、十二點 都睡不著覺 有的人也是 三點多 你喝咖啡就睡不著了 那就是 咖啡因的問題 然後你冷泡茶 它就會有咖啡因的問題 真的哦 對 尤其我覺得大家喝茶 都知道它很健康 另外怕什麼 怕它茶葉的來源 對 其實很多的專家都跟我們講說 他絕對不喝茶包茶 對 茶 茶包裡面的茶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茶包的茶 都太好 都是那種漂亮的 都沒的 人會沒的 都沒的 選勝的 春的 跟沒沒的 有味道就好 這個呢 這個不是 這是整片葉子 整片是去熟 柔捏的 而且是台灣 Made in Taiwan的 而且它有好多 我剛剛講到這個叫 循循蜜紅紅茶嘛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是 山丘上 就是烘焙的烏龍茶 對 烏龍茶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就是青茶 這一盒是青茶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現在喝的 就是這個綠茶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它這個包裝 也滿可愛的 對 像外面有很多茶 比較擔心的是農藥 剛才美鳳姐有說 對 農藥的問題很嚴重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看到 那個認證是 第一 茶葉是來自於台灣的 第二 它有經過無毒藥 SGS 沒有農藥的認證 你才要去喝 然後再來它是整個葉子去磨的 去磨的 不是那種剩下的 那種茶粉那一種 茶粉去泡的 對 我知道 難怪我每次喝 因為我後來喝這個冷泡茶 我每次喝 其實不小心泡太久 因為我都是放得搖... 搖三十秒 我就把它冰在冰箱 因為我想要夏天很熱 可以喝冰冰的 一、兩個小時拿出來以後 再去喝 它沒有那種茶葉 泡太久的苦味 對 完全沒有 沒錯 我覺得冷泡茶有這個好處 是因為我們一直在講 茶的好處 其實很多人喝茶 都是為了做什麼 減重 我覺得男生還比較容易減下來 女生其實很麻煩 就是我們的新陳代謝 會很快掉下一點年紀 是 一到一定年紀 譬如說過了三十五是一個關卡 然後停經又是一個關卡 所以其實我們要怎麼... 我們第一個減重 如果要維持很好的身材 對 我們第一個藥物 就是要把我們的 新陳代謝提高 那怎麼樣加常代謝呢 要補充什麼呢 對 所以很多的胺基酸 其實就是我們身體蛋白質 最小的分子叫胺基酸 這些胺基酸 就會讓我們的身體 開始重新工作起來了 所以很多人說 我只要躺著我就能受 就是因為你身體的胺基酸多了 因為我們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我們很多的營養都沒有辦法吸收 包括生腦肌素的下降 等等的狀況 都必須靠胺基酸 所以這個就是胺基酸 可以推薦給大家 這是胺基酸 二十一種 我們身體必須的胺基酸 然後我會建議說 我們每天睡覺前 而且胺基酸也可以讓我們好睡 睡覺前可以吃四顆 然後像我自己睡覺前吃四顆 睡醒了吃兩顆 睡醒再吃兩顆 年紀有點稍長有沒有 然後另外其實它更特別的是 它裡面有一個成分叫 它是台中的柑橘 它... 胸肝 小到胸肝裡面有新菠蘋 它有什麼好夠呢 它可以消脂肪 尤其是肚子的 因為很多人 我們台灣很多人都是那種 酪梨型的有沒有 對 這樣子 然後肚子就很大 然後其實肚子的脂肪 用那個新菠蘋來消除是非常好 它有... 乾脆有果 那表示說它的加強代謝嘛 對 但是有什麼樣的人適合 有什麼樣的不適合嗎 其實所有的人都還滿適合吃 胺基酸的 因為其實現在外面外食很多 那種很多油、多糖、多鹹 那你要保持很好的生產 你只能靠自己把新陳代謝提高 尤其到了一定的年紀的大姐 像我啦 好,我們要把新陳代謝提升起來 就必須靠胺基酸的補充 你人家好 你說語道已經說我啦 害我都不知道要講國語還是台語 就是... 美鳳姐的身材都永遠維持這麼好 那因為你剛剛講到 代謝能力提高了 那是不是表示可能 你夜間睡覺的時候 也會比較好睡對不對 對,沒錯 像很多人睡不好也會容易發胖 我們會建議說很多人 盡量要睡八個小時 對,因為有很多人他說 我就是不好睡 尤其是年紀越大越不好睡 對 其實很多關係 搞不好跟代謝 是有很大的關係 你代謝好了 反而你會比較好入睡 沒錯 對嘛 對 這個就是胺基酸的好處 我們身體有很多必須胺基酸 都不能自己合成 對 都必須靠外來的 可是你也不能吃很多東西 譬如說很多胺基酸來自於魚、肉 對 蛋、奶這些東西 而且我們皮膚的細胞 也是胺基酸組合合成的 對 但是跟你講 肉什麼吃太多也會胖 所以今天很棒 就是分享到 讓我們可以比較好睡 提升我們的代謝 因為代謝是... 應該還是保持年薪很重要的 真的 然後也做好體重的管理 穿衣服也比較好 這點就要比較注意 還有像要喝醬 我是覺得我的糖 甜的飲料喝得很少 這樣茶我覺得還不錯的選擇 而且你要找到好的茶葉 對 很方便 方便我們攜帶 然後平常補充一點水分 多好,很應該的 對 尤其現在那麼熱 對,要把身體的濕氣排出 對耶,你真的很棒耶 就可以減半公斤 你都可以教我們很多耶 還有謝謝SAMI老師 感謝二位的分享 謝謝 謝謝囉 這個茶好好喝哦 OK 謝謝 美鳳有約